膀胱發炎 就開始尿血尿 那醫生就會開那個抗生素給你吃 然後你就是 一旦不痛了 你就想說不吃 可是那個細菌 對 可是那個細菌還在 小時候不懂啊 就沒有吃 就不知道為什麼 慢慢慢慢就覺得腹部很脹這樣子 痛痛的 就會看醫生 醫生說你的那個 他說你現在是腎臟發炎 他說你再晚一點來 你可能會敗血症 會GG 就彭麗醫師剛剛講的 對 嚇歪我了 然後那時候我抗生素就是 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父親就是在一次中風之後 我們 我那時候我妹妹從小儀回來 後來我們就發現 我說妹啊 你怎麼 那個你們女生那個你也弄好嘛 我沒來啊 才發現原來是我爸 因為老人家他尿血尿都不講 後來趕快送 我們還好那個 空腫就在我們家對面就送去 然後他就立刻就給他打抗生素 然後一直打點滴 剛好我們送進去又是 這個腎魚鹽的部分 那其實台灣的腎臟病啊 他的危險因子很好 記就是 糖就是糖尿病 然後老就是老 然後壓就是高血壓 所以其實如果這三個狀況的人 他的慢性腎臟病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控制三高 其實也是希望說把這個洗腎率控制下來 可是其實房間有一些很奇怪的說法 有時候真的是會霧人不淺這樣子 像之前我有一個老奶奶的患者 那他其實是長期的糖尿病 那糖尿病已經大概十幾塊二十年了 像這種糖尿病超過十年 他基本上他 疑脹分泌胰島素的細胞大概都壞光光了 這種大概我們就會 在他開始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他打胰島素 但是房間就很奇怪哦 就是房間有個傳言是說什麼 然後他這個老奶奶就是很怕洗腎 所以他就死都不打胰島素 那其實台灣打胰島素的患者 真的是相對少 所以他的血糖一直都控制不好 糖化血色素都一直在九啊 十 一直都很差 所以他那個腎臟的功能 就一直在變差 結果有一天他其實只是一個小感冒 那小感冒他在家裡就發現說 怎麼突然尿不出來 然後又有點喘 所以雙腳急症來 結果一驗他的那個雞肝算 已經高到七八 所以需要一個 他算是急性的腎摔劑 所以需要一個急洗的狀態 結果他就送去急洗之後啊 洗完之後他的腎臟功能 其實就是 就是壞了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之後他還是得長期的洗腎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糖尿病 長期的都沒有控制好 那包含像剛剛講的那個腎結石啊 我之前也遇過一個患者 然後大概三十幾歲而已 他也是做健檢掃到腎臟有一顆 大概0.7公分的腎結石 那他那時候就是 其實剛剛講那個結石在腎臟的地方 不太會痛 他是在掉下來的時候才會痛 那因為他掉到輸尿管的時候 我們輸尿管大概只有0.5公分 所以基本上0.7公分的腎結石 如果掉下來的話 他出不來嘛 對 他就是在那邊一直卡你卡你 會很痛 那因為他0.7在腎臟嘛 目前還沒有症狀 所以也是跟他建議說 目前就是你水多喝 結果他也是坊間聽到一個說法說 我喝啤酒會排結石 我跟你講我算有福報的 禮拜五發病 禮拜六我去 禮拜天錄大集合 剛好有藝人來 我就順便問一下 你們誰有 聖結石 聖結石開刀了 一個年輕女孩子舉手了 OK 那個就是民視的郭亞棠 OK 他我有啊 上次掉不出來 結果我就開刀 好痛 他就掛個鉤子 三天之後來拿 我說還要從尿道再拿一次 三天之後 你已經手術完了一天 過三天還要從尿道進去 把他拿出來 我說還有這種手術啊 我就先跟他實習 然後就講講講 我就知道 噢噢噢 沒有想當天 第二天早上就發病 就病了 然後去我就跟醫師講 不要掛那個 我說你一次給我痛完 你不要一直在裡面掛那個 那個醫師很緊身 可能因為他知道我們 那個醫師好 怕我們亂講話 然後 他就沒有跟我們掛 可是用水沖嘛 夾熱沖 後來 他只夾住一半 一半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他說有沒有在裡面 他不知道 他叫我回去再找 找到半個 再追蹤吧 所以我在昏昏沈沈知道說 我有一半夾出來 一半粉碎 是一半還沒有留在裡面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喔 現在不知道 我女兒說 喝啤酒啊 喝啤酒啊 我現在是 我現在 好多人喝什麼喝啤酒 那事都會掉 我現在就呼應你這件事 到底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啊 喝啤酒不可以 就是 對 你就是多喝水 然後把它排出來 而且像我這個case 他的結石剛好是那種尿酸結石 所以他喝啤酒之後 他其實 尿酸更高 然後所以他結石狀況就更厲害 有一天他也是 通在家裡打滾 來照那一顆結石間一公分 其實台灣的結石比率是偏高的 在我們台灣醫師的統計裡面 這個是有上就是國際期刊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 北惟歸縣這一塊 它大概是就是 全世界石頭號發率最高的地方 那台灣其實剛好在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的盛行率百就高 那再來就是男女比大概是3比1 然後再來就是遺傳跟飲食 還有飲水 這個都會有關係 那石頭到底要不要處理 我們可以先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腎臟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輸尿管 跟我們的膀胱 其實輸尿管的結石 大部分都是從膀胱掉下來的 所以一旦你只要發現 它大於0.5公分 其實就可以打症波的碎石了 就不用等到什麼0.7 0.5 或是多大 因為我們的健保 其實是有規範的 它其實健保是有規範 它其實在2公分以下 它才可以做體外症波碎石 如果你已經長到說 我們整個腎臟都滿滿的 這種鹿角形的 是沒有辦法 它只能開刀把它取出來 對 所以一旦我們有症狀 譬如像血尿 腰痛 或者是像這種劇烈疼痛 加上你有結石的狀況的話 你就要強烈懷疑是結石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只是掉在塑尿管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用體外症波碎石 或者是塑尿管境的碎石手術 把它取出來就好 我們講的鹿角形結石 它就是佔滿我們整個腎臟 其實它最大可以到5公分左右 就是它的長度可以到5公分 那我們現在其實真的進步很多 以前是要把腎臟從背剖開 把石頭拿出來 它就會很完整 可是我們目前比較進步 會從背後創造一個 大概兩指腹的傷口 從裡面去拿一個鏡子 用一個鏡子把石頭打碎 把它夾出來 所以它就會 就是恢復起來會比較短 從背後 從背後 它伸著打管進去 對 它是一個腎臟筋 它大概就是 像我們這個皮在細一點點的大小 聽到我都痠痠 那在我們的整個統計學上來講 只要你是糖尿病的病患 只要是糖尿病的病患 得到那個腎衰竭的病患 男生大概是一般人的5倍 女生的話大概是10倍 10.7倍 那如果說就高血壓來講的話 當你的血壓越高的時候 你男生得到腎衰竭的比率 大概是一般人的9.7倍 快10倍了 那女生的話大概是8.8 所以注意三高的問題對不對 真的要注意 真的要注意 所以我那個個案 它本身就是在這一塊 它本身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特質就是說 他覺得我年輕嘛 3 40歲的病患 他覺得我年輕 我根本不需要去吃那麼多藥 而且說糖尿病 還好啊 我又沒有什麼樣的症狀 高血壓還可以啦 我還不會很難過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一下來 兩年後 他準備要洗腎了 因為他的 那所以我後來跟醫生溝通 然後他自己也本身也 也有認知了 那之後慢慢的 從血壓 血糖開始控制 那我直接跟他建議就是說 那你直接就打insulin 那他第一句話就剛剛那個 醫生也講 打insulin不就會得 洗腎洗得更快 我說不會 你打insulin的話 反而是 讓你移臟休息 讓你整個機制 能夠更 能夠適當的復原 那他聽完之後也接受了 所以整個過程中 他的 到目前為止 他變成沒有在洗腎的狀況 控制得好就好 因為我想觀眾在看電視 總是會有一個疑慮 就是說 你們常常吃很多藥 也是要洗油漬 沒有吃也是要洗油漬 會有一個 這種感覺 台灣那個 會造成會傷害腎臟的藥 大概將近有一百種 但主要是幾種 大家記得 就是一些 抗生素 一些免疫抑制劑 還有我們講說一些 化療的一些藥物 還有一些 殺病毒的一些藥物 這一類的 比較會傷症 但是 我們大部分在吃那些什麼 血糖的藥 其實很多 慢性病患一拿就拿十幾種 大部分都是控制血糖 血壓 血脂肪 這些都是 保護腎臟的 對